优酷最音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这张专辑更厉害在哪里呢 我不信你们写的新的牛吧 首先 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小歌 编曲都是我一个人完成 所以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每一首歌都很炸 很炸 很棒 一个都没有说到那个词 对吧 那新专辑比第一张专辑厉害在哪里呢 它厉害就厉害在投资波 这张专辑我可以说是我下了血本 我真的 我跟你们看完下真的是下血本 能力物力财力真的是下了血本 虽然有时候收到粉丝的信的时候 有粉丝很怀念舞台心 但是有时候在跳舞的时候 在这次拍每次video什么的时候 就发现真的这东西一不练吧 它确实有生疏 但是放心 就算是生疏了 我还是会继续努力 再把它补回来 然后现在就是 然后现在就是 反正 我要不就是这样专辑 要对得起每一个喜欢英文音乐 就是我这么久的每一位粉丝 你说到了关键词所以失败 没有吧 是真的这个关键词是然后 然后现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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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惩罚哟 我刚才没看到这个词 你们说什么是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做蜜偷看 不是我想知道随时可以知道 你这样玩就没意思了 你这样玩就没意思了 好像行你说吧 不是这张 我刚才撤的不是这张 打开你的心 再来看 打开你的心 再来看 刚刚说到新专辑 那最近在网上放了好几个音乐小样 跟你的新专辑有关系吗 外博上的白银沫post主要是在 Instagram上面 那是练手练手练手 为自己做编辑音乐练手的轨道 就是其实真正的专辑出来的 要比这轨道好听 首先从技术方面来讲 起码是两个层次 如果从好听程度来讲 是五个层次 如果从那个 就是牛掰程度来讲 是牛掰十个档次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你的练手作品也太厉害了吧 为什么做得这么棒 这 这是后天努力 加上天给的 一些条件吧 但是呢 主要主要是这样的 因为那些音乐吧 我的内层有线 内层有线 一般中等拿出来的 中等的歌曲 就肯定是拿不出手 不可能做到专辑里 但是你说让我来出它呢 我也 觉得没有那个信心啊 所以 你说把它直接删了 也挺可惜的 在删之前 就给大家听一下 留个纪念而已 抛楼出来的音乐片段 那么长 不会有被人借鉴的担忧吗 真正牛的东西在这儿 在这儿 这个东西 真的不是一两天可以做的 我已经编了有 编曲有编了十年了 所以 我不想说 因为你一直说 要当一个好歌手 等一下不好意思 你怎么说我优酷 什么 优酷最音乐 不是 我是你 我 你是优酷 优酷小编 小编 我没有拍 继续拍你 带着这个东西 你闷就闷了 你怎么把他扯了 你先跟我聊几句 你进来你再带着呗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传统 没有拍就不够标信力力了 不是 你很标信力 你正在旁边就标信力了 你带着这个东西 多闷哪 你不用带着这个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着这个 跟我说话呢 感觉你呼吸不上来 是吧 你不用带着这个 没事 我们俩谈话 没人看不到你 你带着东西 就为了给你看的呀 行行行 走着别闹 待会我们就得走吧 为什么 为什么 当公司的小秘书 可给我们卡着时间呢 行 新专辑已经准备很久了 请问二胎具体 筹备到什么程度了呢 二胎的音乐 其实早在2016年 就差不多定下来 其实很多首了 到7月 截止到7月 又换了个 就是一直是把最好的音乐 呈呈呈给大家 那会发实体专辑吗 有没有个销量目标呀 当然了 当然了 因为实体专辑吧 它其实说实话 它就是个情怀问题在里面 因为 其实我要想发黑胶唱片呢 黑胶唱片呢 我也不觉得说 这个实体专辑要充过多少销量 时间在推移 那所有东西都在更新换代 那么更新换代的前提下面 可能实体专辑它用处并不大 我看到很多粉丝朋友们 他们买了专辑又可能都囤在那 那样的话 我觉得就没什么很多必要 其实我知道他们很喜欢我 为了我支持我 但我觉得那是破费 我觉得如果支持我 可能买了几张 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 就告诉别人说 有一个这样的音乐人 在做这样的音乐 我觉得就已经很足够了 但是不用说买特别多张 拿那个的话 我觉得也没必要 会不会发现USB这种特别的专辑呢 其实也考虑过 但是因为也有一些人已经做过了 凝聚过 技术啊各种制作方面 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还是要多考 结果多考量 然后还是要对买 买我们专辑的所有的人负责 包括我们要对自己 这张专辑也是应该负责 对 那我要是买十张实体专辑 你会给我们签名吗 哇 你买一张我都会跟你签名的 何况你买十张 你买十张就帮你签十张呗 那我们约定好了 约定啊 你过来一点不 你不然的话就拉不到勾了 那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呢 年轻人如果对于现在市场的 现在市场的分析来说的话 那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 不能输给任何人 等一下 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说了我不喘 只是教会有点慢一点 年轻人如果想要你的音乐 对 其实就是年轻人最需要音乐就是 我听这个国家音乐 那国的音乐这国的音乐只会是这个人的不一样 或者是我喜欢的曲风不一样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我说清楚了吗 我懂了呀懂了 你别别别你没说清楚我再再再整理一下 我真的看不到你眼睛 看不到你眼睛你知道吗 你不需要看我的眼睛 知道我的用心再看你就好了 行 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快论快答 同样也需要你抽取一张关键词卡片 在回答内容里不可以提到关键词哦 失败依然会有惩罚哦 我真的我觉得你把这个头套加下来是对的 最明智的选择 你看你好不方便 你说 又抽卡 来来来抽卡 随着今年可爱多活动与去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变大了变大了 变大了 一岁 开手新版广告吃掉了多少更可爱多呢 吃了蛮多可爱多了 工作人员也会拿过来就是就是不让我吃完 但是我有时候经常也会吃完 形容一下什么是可爱的男朋友呢 对对的 呃 张一新啊 为什么小秘书们都在穿着恐龙服办公呢 因为我喜欢 你的夫妻还有几块呢 这家夫妻有 其实都在 你知道吗 在是都在 你说是现在你如果看的话呢 在灯光下六块还是有 你说 一定要在一个平光这么直射过来的话 那可能就是 这样 但能看到了 能看到六块六块 最喜欢粉丝为你做的哪一种泛制视频呢 跳舞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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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网友说你做过最贵的事情 这是做音乐和慈善 你怎么看 对 这两个是对的 然后还有就是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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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还有就是 哼 孝顺佳人的嘛 今天看到我的真头套 还会不好意思吗 你是头套心的哪儿啊 我不知道 如果我真的 我也喜欢优惠做音乐啊 因为首先提到音乐我也喜欢 我也很喜欢你 就是 但是我就觉得 优惠做音乐实在是 又不是像极限挑战经费紧张 是吧 实在是可以搞一个好一点的头套给你带 是吧 我们真的经费紧张 那你帮我们设计一个吧 行行 帮你设计一个 那我一会就给你换个 那下面我们看你成功还是失败了呢 这就是 我看到了 因为这个光太强了 你说吧 人吧 有时候就不能犯些小聪明什么 我说了我不蠢 只是稍微有点慢一点 慢一点 挑战失败 惩罚就是要续写 去年采访的时候 你说的可爱多三行情诗 在每句下面接着写 最后一个字 要以可爱多结束 我想想 我天哪这很有难度 可爱的新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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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着帅气的张一新 多多益善 可爱的新迷们 迷着张一新有何不可 爱着帅气的张一新是一种无私的爱 多多益善 陪伴一新 陪伴可爱多 其实今天的可爱多活动 让粉丝进行投票选择支持张一新 演党还是偏党 你认为自己是演戏还是甜戏呢 有没有可能是两种性格呢 对 定型的人 哇很厉害哦 哎呦不错 那给我们发个小福利吧 按甜言两种方式感谢粉丝 都一样 谢谢大家 我这本比较喜欢用就是 就是作品啊 自己的实力去打写 那些喜欢我支持我的人 今天是可爱多粉丝见面会嘛 可以提前发个小福利唱一小段歌吗 给我点时间给我空间 泡在音乐水里面 给我点时间给我空间 我想逃离这时间 两句 那我的爱只只两句吗 你不是说要唱两句吗 我说哪是一小段 你说的是两句 没有就是唱一小段 行 就算一小段了不 算呀 我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待在这个小房间 不要关心我 不要安慰我 让一切沉淀 够了不 够 十分够 给我点时间 给我空间 放在音乐水里面 给我点时间 给我空间 让我去忘掉一切 我只想一个人 静静的待在这个小房间 不要关心我 不要安慰我 让一切沉淀 因为我们节目要改版了 能以受访嘉宾的身份提些建议或者要求吗 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并为我们的节目送上祝福吧 我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幕后的音乐人 就是地下的那些音乐家音乐人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了解 也希望你们可以多多去采访他们 然后记得问一下他们觉得张艺兴的音乐怎么样 那最后祝福下我们的节目 并跟观众们说再见吧 祝我们最好的 优酷追音乐 越来越好 人气越来越高 优酷追音乐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你把画块的纸喷开一下 华中书本人承诺新歌发行后 与小编相约优酷音乐 上节目打过去 哇 你们这节目有打歌吗 优酷追音乐 有吗 我看一下时间吧 因为主要是后面的时间整个调配 它真的是很有困难 但是如果能上的话真的 最后我评论的词衬 关系的关系 区别的词补 关系的词补